各位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我是海苔老師 在我們活動開始之前 我們就有講了愛的告白 愛要勇敢大聲地說出來 那已經給你們這麼多的時間了 有沒有爸爸媽媽願意站到台上 來跟我們學校 看是有什麼感謝的話 或者是有什麼指教的地方 可以請爸爸媽媽你們舉手 我們會送禮物喔好不好 有沒有人想要上台跟大家說幾句話 有嗎 沒有我就先講 真的沒有 是我沒看到嗎 好 那如果你們還會害羞沒關係 那我先講 日春幼兒園 在我剛來的時候啊 原本 因為那個時候我比較年輕 我的經驗沒有這麼多 所以我也非常謝謝國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給我這樣子的舞台 還有支持我們的足球運動 那讓我呢可以在跟著學校一起成長 一起努力 所以我在這邊非常感謝國老師 謝謝你 讓我有這樣的機會來表現 那在每一年每一年呢 各個節日啊 國老師只要有 有準備一些禮物 他從來沒有把我忘記 所以 每一次 我只要去哪裡玩 我只要有想到 好康的 我一定會多帶一份回來 送給我們的 古老師 還有送給各位小朋友 大家可以一起在學校分享 可以讓古老師帶回家 慢慢的享用 那 在這邊 就是也很感謝 各位爸爸媽媽 對我們學校的支持 那 讓我們學校現在的招生 越來越多 越來越棒 對不對 那學校現在呢 也為了給小朋友更好的環境 那我們也在整修 到時候會有一個落成的典禮 那 在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那我已經講到這裡 有沒有爸爸媽媽想要說句話 我們不用講到很多 只要把你的心裡話 大聲的說出來 我們就把禮物帶回去 謝謝 來我們幫思雨媽媽拍拍手 我們在思雨一歲多的時候 突然間保母不想帶她了 然後這時候很謝謝樂樂媽媽 幫我介紹了日出幼兒園 就這樣子一直在 吳老師跟曉芬老師 大家老師的照顧之下 思雨終於要遇遠了 所以非常謝謝老師 我們信心的照顧 也謝謝樂樂媽媽 謝謝 謝謝思雨媽媽 還有沒有家長有什麼話 什麼要對我們說的 我不是畢業班 畢業生的家長 到我們老三也是剛去試讀 下個禮拜才是幼幼班 那 當初會選擇日出祭祀 我也不太知道選哪間 然後剛好我有看到這個媽媽 我常常去買飲料可以到她 我跟她聊 她說她女兒去試了好多間 然後來這間最棒 所以我就來問 然後剛好都可以入學 對 那 因為我們家弟弟就是 之前有住院 然後 吳老師真的也很好 就是 會問到我們住在哪個病房 然後再晚都會來看一下 對 然後我有聽說就是 曾經有些家長很不方便 然後 留到晚上七八點 然後還是沒有辦法來接 他會幫忙送回去 我真的覺得 這樣的老師 這樣的學校 還有所有的團隊都是不可多的 所以我們很珍惜也非常感謝 很謝謝你們的付出 對 謝謝你 就是 我是幼圈的 那我記得我第一 我會是人家介紹的 我請去 對 就是我的團妹她介紹我去的最幼圈 那那時候我還是看了很多見的幼圈 那也都一直覺得好像教學還不錯這樣 那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 我去放學的時候 我去接幼圈回家 她那時候已經到門口 我們要準備上餐了 然後那個 剛好那個 剛好那個 帶那個老師 吳老師聞到那個 要學就是 有 就是上廁所 然後她就立刻從那個大門口 這樣抱 她說等一下 她換了 她立刻把她從那個大門口 就把她抱到那個教室裡面 換你 馬上等我一下 然後就把她換了用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 其實我那時候心裡 滿感動的 因為 因為一般 我覺得一般的老師會說 欸那你回去要記得趕快把她換用 她會說 立刻從門口就 都已經要上車了 立刻把她抱回教室 去把她換用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小的舉動 但我就覺得 就很感動這樣 我覺得欸這老師 這個學校真的很用心 然後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最後三個 有沒有 有 那個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馬上我們的節目了 有嗎 最後一個 有嗎 愛愛勇敢說出口 愛愛勇敢說出來 有沒有 陳玉媽媽想要說什麼 好 來 玉琳媽媽來 好 玉琳媽媽算我們是當認識的人 在山上的新印象 今年也來了 滿多位的家長 就是羽晨 因為 因為她的語言比較遲望 陳玉琳 寫到阿錄 也是 老師 陳玉琳 不要信 當然 一步一步的進步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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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感性的時刻 已經結束了 我們謝謝今天 有告白 沒告白的 我們都把愛 涌流在心中 我們送給自己一個最熱情的掌聲 好 接下來我們把送到的 今天是節目的尾聲